从前,一个国王他决定去游历,增长自己的健吻。 在他出发之前,民众来还送他。 有些臣民告诉国王,在不远处的一个森林里面,住着一个两英尺的男人。 他会挑战国王,跟国王单挑。 如果国王获胜了,一定要记得把他杀死。 国王开开心心地出发了,两天之后,他来到了那片森林。 毫不意外地,他在那里,遇到了两英尺的男人。 小人向他发出的挑战,国王欣然接受。 不费吹灰之力,他就把小人打败了。 可是,国王没有听从他臣民的建议,把小人杀死,而是禁止离开。 两天之后,国王又来到了森林。 小人已经变成四英尺高了。 他又来到了国王面前,要求挑战。 国王依然接受了挑战。 经过一番搏斗,国王胜利了。 可是这次,他依然没有杀死小人。 又过了几天,国王再次回到森林。 小人变成六英尺高了。 他又向国王提出挑战。 这次,国王经过一场艰难的战斗,赢了小人。 但他依然没有选择杀死小人。 又过了两天,当国王再次来到森林的时候, 小人已经变成了八英尺高,他已经比国王都要高了。 国王看到他,甚至有些害怕。 当小人再次向他提出挑战的时候, 国王鼓起勇气,接受了挑战。 但这一次的战斗,异常的艰难。 国王浑身上下都是伤, 甚至摔断了一只手,一只脚。 但他终于是胜利了。 不同的是,这次国王不再心软, 他果断地杀死了小人。 其实,在我们现实生活中, 也有这个两英尺的小人。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,都有。 他就是我们生活中, 遇到的困难、挑战。 当我们生活中,遇到困难的时候, 我们通常有两个选择。 解决他,或者,忽视他。 如果我们坚定地,勇敢地, 解决这个问题, 那他再也不会发生。 可是,如果你选择忽视他, 也许当他再次到你面前的时候, 他会变得更大,更困难。 就比如, 如果你的人际关系中, 你的爱的关系中, 有一个什么小矛盾, 不尝试去解决他, 逃避他, 那这个矛盾会慢慢地累积。 当你终于意识到他的时候,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大矛盾。 所以,不要忽视你面对你发现的任何问题。 不要觉得他只是一个小问题, 无所谓, 忽视他, 掉以轻心。 等你回过神, 这个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的时候, 你就变得束手无策。 逃避只会让问题更糟糕, 更好的解决方法, 则是直面他, 面对他, 解决他。 如果你现在有任何生活中的问题, 直面他, 现在就去解决。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, 你现在在任何一段关系中有问题吗?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下你关系中的问题, 并加上问号的表情符号。 希望今天的小故事可以帮助到你。 如果你还没有点击订阅我的频道, 记得点赞, 订阅, 分享哟。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。 请不吝点赞,